最後的話就兩個SAB 一個SAB是這個SAB 一個SAB是這個 其實這個SAB的話 實際上就是這個 數字個數 這個SAB是這個 數字資料 當然我們還缺什麼 清除有沒有 之前清除的話 我們也自己寫 不過我今天建議清除 乾脆就寫在下面 還記得吧 SAB空一格清除 這個沒幾個字啦 我是蠻推薦各位把它背起來的 Enter一下 那怎麼寫 我喜歡按一個TAB鍵 就是這個範圍 當然你不是只能一個範圍 你可以兩個範圍 兩個範圍就是Range B2 等於空的就好 所以你這邊自己寫 我是建議這個可以寫 因為它的範圍就Range Range的話呢 記得前雙以號 打個B2 冒號C9 後雙以號 後刮虎等於空的 這樣就清掉了 OK就寫這樣喔 應該不難寫吧 那你打的話你用打小寫就好了啦 它如果沒打錯字的話 首字一定會變大寫 有沒有發現我剛剛打小寫 那如果你怎麼確認說你字沒拼錯 很簡單 你移開的時候喔 首字如果有變大寫 那表示你這個字沒拼錯 那什麼狀況下 是你打錯的很簡單 就是你如果有沒有 假設你少一個1對不對 你如果移開喔 有沒有發現 奇怪為什麼老師你的字會變大寫 我這邊不會變大寫 很簡單 因為你打錯字了啦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最大的罩門 就是打錯字 而且真的喔 每幾個字都會容易打錯耶 像Range有沒有 很簡單 你要怎麼讓它正確 加個1不就好了 移開 變大寫 這個打法是我自己習慣啦 因為我都打小寫 如果移開發現字沒有變大寫 表示我打錯了嘛 你不要打錯就好 因為寫成是最麻煩的地方喔 就是一個字都被你打錯 OK 那後面是空的吧 所以執行它 執行的話 就是在這個Sub當中 一般習慣是放中間 把它按個執行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邊就清掉了 那再來的話 當然我們就增加 這個Sub其實可以直接改名 Function比較麻煩 Function是上面改下面也要改 那Sub其實如果你要改名 非常簡單 直接把Sub後面的這個名稱 記得刮回來要保留喔 所以我這個叫數字個數好了 這個名稱就叫這個好了 所以這個名稱的話 我就把它直接拿這個貼過來 那這個的話就拿這個 數字資料好了 這邊是可以直接改的 OK 這樣的話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執行它 執行這一個 執行它 那執行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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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兩個 可是因為我同學說 老師那不對啊 如果我將來要按鈕的話 一個Sub對應一個按鈕 那我如果假設我要輸出 那變成說我要做幾個按鈕 1、2、3 可是你說老師我不要麻煩耶 我只要兩個按鈕就好了 我按一下可以執行這個跟這個 然後呢 如果清除就執行這一個的話 那要怎麼做 可以同時讓這個跟這個 把它變成一個 其實有幾個方法 就是你直接怎麼樣 讓這個程式繼續跑就可以了 就是把它怎麼樣 接在一起 它就會執行這一個 等於兩個一起跑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把它中間剖開來 有沒有兩個一起跑 這方法一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它本來是一個兩個 那如果你把它的 N的Sub拿掉 跟它 等於是說 把這兩個Sub 變成一個Sub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它變成怎麼樣 它就是一次跑兩個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那這樣執行就沒有問題 執行 有沒有 數字個數 OK 這個是方法一 可是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不想要 把它們分開耶 因為他們兩個 感覺好像各自獨立會比較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你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你可以用呼叫的 什麼呼叫 你可以在底下再增加一個 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的話 就是它們兩個 叫什麼 乾脆叫 兩個叫數字好了 OK 反正就數字 數字 數字 數字計算好了 OK 反正就給一個名稱 那這個數字計算的 這個Sub 它其實只是一個 有點像是 執行上面兩個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把它Ctrl-C 也就是把這個Sub的名稱 複製之後 到這邊貼上 不過貼上之前 打一個關鍵字叫Call Call Call那個 那什麼意思喔 就是我要 執行它 其實它就會先執行什麼 上面這一個 再執行這一個 所以再把這個名稱Ctrl-C 然後這邊先打個Call Call 第二個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執行這個Sub的話 它就會先執行上面的 執行完之後 再執行下面的 那這樣好像比較符合我的需要 有沒有 所以最後做完之後 我們完成 就再把這兩個按鈕給做出來 所以在開發人裡面 這個前面講過 插入表單控制項 先做第一個 這個叫數字計算好了 OK 就是Call第一個再Call第二個 這樣就二合為一了 OK 然後底下的話就清除 清除的話再插入一個清除 這邊清除 然後把它複製名稱 這樣就第二個了 兩個按鈕這樣完成了 所以最後結果的話就是 清除數字計算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就蠻方便的 一次就可以執行兩個Sub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一題Ending一下 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我把剛剛的這兩段 更改名稱 因為假設 你如果覺得那個英文名稱 看起來不夠親切的話 你真的比較喜歡看到 是一個中文名稱 你看得比較懂 比較親切的話 是可以直接改 可是Function特別注意 像剛剛那個Function 你不能直接改這裡 你底下只要跟這個名稱 一樣的地方 也要通通改 但是Sub不用 Sub只要改這個名稱 就可以了 OK 特別注意 所以我覺得 Sub改名稱比較簡單 第二的話呢 就是在自己做個清除 第三個的話 如果我希望把這兩個 同職被執行的話 那你可以另外再產生一個 Sub 然後直接去呼叫它 剛剛那兩個 關鍵字的話就是用 Call OK 然後我一樣把那個 剛剛這兩段程式 一樣會貼到雲端白板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的話 剛剛的那個清除跟烏教 OK 那這個的話 我把它放在第四頁地方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